剛才大家看到的照片是我們今天現場的來賓 世界著名的女青年指揮家陳美安博士 Maestro 你好 你好 好難得 您是16歲的時候到美國來念高中 然後那個時候就進到新英格蘭大學 那時候修小提琴和指揮 拿了兩個碩士 然後在密西根大學念的您的音樂博士也就是指揮 對不對 當然現在我們陳美安博士 我們指揮大師應該說您在全世界女性 青年女性裡面是少有的 這麼成功的 當然我們說成功的路其實走的也是蠻艱辛的 是 非常的辛苦 其實我10歲第一次在樂團裡面拉小提琴的時候 然後我其實是個非常安靜的小孩 非常害羞 所以當我看到指揮站在台上 藉著肢體語言跟大家溝通 然後她的一搭一動 那個樂團的聲音就好大 哇 我好興奮 我跑回家跟我爸媽說 那時候我爸媽他們非常愛音樂 所以我那時候他們讓我學小提琴跟鋼琴 所以我跟爸媽說小提琴跟鋼琴是很有趣 可是我覺得指揮更有趣 那他們那時候非常的憂愁 想說他們其實就是皺了眉頭 想說去哪裡找指揮老師啊 那時候在台灣也沒有辦法 所以後來我就非常的determined 非常的下令決心我可以自己學 沒有老師沒關係 所以我就到排練的時候 把我的小提琴的譜全部背起來 所以我可以盯著老師看 那老師看呢 就所有的小孩就我看著老師 就他以為我是最乖的學生 他不知道我已經十歲 就悄悄的想要再學指揮 所以那個時候在十歲的時候 就心裡夢想著自己能夠成為一個指揮家 對 因為我覺得指揮 我看到指揮是一種我可以跟別人溝通的方式 如果不用語言 但是我可以用音樂跟別人一起 您這個職業選對了 我們說指揮其實在我看來很多職業裡面 指揮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當你當然做得很好的時候 指揮賺錢也很多啊 然後指揮也最長壽 你看多少指揮家 可以活得很久很久 因為這個運動量這個肺活量不一樣的 很多人不知道指揮當然沒錯 對 那指揮是個很辛苦的歷程 那很多時候你沒有足夠的經驗 人家不願意給你機會 所以其實走得非常的辛苦 從我家人開始 一直到我贏了那個國際比賽 我家人都覺得說我為什麼要走得這麼辛苦的路 那贏了國際比賽之後他們才發現 也許我們的美安真的有天分之灰 所以我覺得說我現在是真的活在我的夢想裡 你好幸福喔 是 是真的 有的時候呢因為這麼多年的工作 也跟很多的音樂家指揮家有的接觸 我常常在想說哇你們指揮家的頭腦都是那種最精密的儀表 感覺了 剛才陳美安博士跟我們大家提到一個國際比賽 那其實那個在您這個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比賽 05年的時候參加Marco世界指揮大賽 因為有200多個指揮家參加比賽 您是他們成立以來第一個女性得到冠軍的 好像也是第一位亞洲人得到冠軍 第一位台灣人他們以前有from China的就是從中國的 但是因為我參加比賽的時候因為我的履歷表 因為他們把所有參賽的履歷表 後來他們選了30個人去就是現場跟丹麥國家交場樂團一起合作 所以過了好幾關那我一看履歷表哇我的兩腿都冷掉了 有人想說別人的履歷表看起來都這麼好 那很多是在歐洲非常有經驗的指揮 他們想要打進去北歐國家樂團的市場 那因為我那時候就是美國歷史悠久的青少年交場樂團在Portland Oregon 所以我想說Portland Oregon在歐洲沒有這麼有名 所以我算是黑馬一隻 但是您贏了這個Marco指揮大賽第一名之後 然後才去了那個Memphis交響樂團做音樂總監 其實您是指揮青少年交響樂團起家 然後現在在美國職業的交響樂團做音樂總監 現在我們來看一段錄影好不好 就是您那幾年前獲得世界冠軍的指揮大賽 獲得世界冠軍的指揮丹麥國家交響樂團 演奏柴科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樂的一些精彩的鏡頭 你們聽到之前說話的時候這麼溫柔 而且在台上的時候那個魅力和爆發力是很少有人比的 謝謝 好 我們來欣賞 我們來欣賞 直接頂勞 餅 tractor 我們現在 regimes 各 Ear唱 大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